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二 我觉得我女儿不应该这么看 女人总统有变好 在美国以前说黑人可以 现在不行 必须说非洲一的美国人 但是我也 啊 大家好 说靠马一下人 看到吗 这就是美国曹操 一个美国的白云演员 在中国住了25年 娶了一个中国太太 她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13岁 啊 最近吧 她就去啊 她就跟美国 回美国 去跟她女儿聊天 就讲到啊 黑人朋友 她跟她女儿肯定是讲英语的嘛 因为在美国嘛 她肯定会说 曹操就说啊 my black friend 她女儿一听 Dead you're racist you're racist 你知道种族歧视者 种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者 你看到吗 啊 曹操说了 以前可以说黑人的没有问题了 black people 什么没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现在不能啦 为什么政治不正确了 你知道吗 Political incorrect 什么意思 会得罪人啊 政治不正确 啊 所以你看 这个曹操女儿多少岁 13岁而已啊 美国的新生代 她们的思想里头啊 已经被关输了一种 一种一种思维啊 就是 你不能管 他们叫黑人 black people不行 你一定要说 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 曹操都说了 非洲裔美国人啊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以后讲到黑色怎么办啊 你不能用black啊 你怎么办啊 你要用color African 对了 非洲裔 color African 那man in black 是不是要改名啊 man in black的主角叫 Will Smith 他是个黑人呢 不行 man in black 要改名了 要改成什么 man in color African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很难理解吗 一点都不难啊 那 black lives matter 是不是也要改了 不能说black lives 你要说什么呢 lives of color African 非洲色的命 也是命 最近啊 有个 华盛顿的一个女议员吗 什么啊 还是市长王 一个女的 非洲裔女的 他就在 那个通往 那个白贡的那条路 那个抗壮大道 你知道吗 用黄色的气 写了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要把那条路 改名为black lives matter street 那也要改不行 no can do 那不是 那你要改 那你要改 lives of color African matter street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现在美国他们的 怎么讲啊 他们的美国思想啊 或者是美国的政治思想 就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黑色 black不能说 啊 说了就 叫什么政治不正确 所以啊 这叫什么啊 这就无形中可能会形成一种人叫圣母 我不是曹操女儿了 肯定是有的 欧罗巴欧洲不是有大堆圣母吗 那欢迎 难民 借我难民 就 搞了很多事情啊 me too啊 什么一大堆的事情啊 非法的 对不对 啊 所以你看这个啊 呃 就美国的曹操啊 在中国做了手 年普通话讲的流利的 比我还流利还更溜啊 满口的金骗子 对不对 他肯定是 因为他是演员嘛 他肯定是想比较开放 他比较理性 他都说了 是不是 不行哦 他女儿都反对他哦 不能说black friend 那你应该说什么呢 African American friend 那你是不是很麻烦吗 这么长吵吵都不习惯了 对不对 是很麻烦的啊 示范也很麻烦 你也是 啊 所以啊 这个世界有时候 你看美国人啊 他们的民主 民主 美式民主 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本来可以说了 现在不能说了 你说那是白人 是不是 憋着一堆的气啊 是不是 那 美国的黑人 可以叫白人 black 可以叫白人 white people white guys white folks 没有问题 white girls 白牛没有问题 white babies 没有问题 可是美国的白人 在黑人面前呢 你不能说 black people black girls black guys black folks 不行 black babies 一概不行 一定要说 African American people African American babies African American girls 这样才可以 所以有时候 这样变成了 白人 他们很憋着一肚子气啊 所以现在能够 找到 宣泄口的话 就一定要发泄出来了 所以他们是选 那个川普上去的嘛 所以你说 black lives matter black lives matter 他们也白人应该说 white lives matter 亚洲人应该说 yellow lives matter 对不对 那个南美洲的人 那个人 纳美人应该说 brow lives matter every life matters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有时候 美国政治发展到今天 已经哈 意识形态 那个白左圣母的意识形态 已经占据了主流了 你再看看啊 十年后 曹操女儿二十三岁了 以后 那些二十来岁哈 那些 美国社会最有活力的那帮人 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 很多东西都本来 都能说了 现在不能说了 gay不能说了 lesbian不能说了 好 你说 他们会开心吗 那是美国家带会开心吗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 我不知道以后中国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以后不能说黑人的 要说非洲一 不能说黑色 要说非洲色 对不对 没办法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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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初的分享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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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